陈先生家住杭州上城区的海上官邸 小区沿街原来有一家叫唤醒的健身房 他说之前办理了这家健身房的会员 会期马上要到了 去年4月他又报了私教课 最近他发现这家健身房换了名字 他以前叫唤醒 然后他不是开业拉了横幅出来吗 原唤醒改门荆州了 那我们就觉得不对吗 是不是你名字改掉 那人在也问题不大的 他就换法人了 不能退款 陈先生拿出一张图片 拍摄的是一幅广告 上面写着 金州健身游泳会所 括号 原唤醒游泳健身 现在他希望能退掉私教课的费用 8000两块钱吧 360一节课 买了24节课吧 三个三节 不想来上来就换人了 又帮着又换人了 怎么办了 来过来我上来就报警了 他直接把我们赶出来了 我说我还是会员了 我私教课退掉 我会员课还没退啊 是吧 这里我放了两年 帮他会员了 陈先生说 当时的合同找不到了 他提供了付款信息截图 其中显示 去年4月23号 他付了8460块钱 对方账号名为张某 他之前说 咱们电视换过老板 有这个情况吗 是之前 先不要拍好不好 拒绝采访好不好 负责人现在还没来上班 如果你没愿意等 一点钟他上班 那我们电话链 他可以吗 电话 陈先生和记者被工作人员请了出去 随后记者联系上健身房的相关负责人 我们本次通话呢 我这边是录音的 但您那边 就是播报出去 您是这个第三方调节的身份 帮我们调节一下的话 那我们也是欢迎的 但是不要拍摄 关于陈先生反应的问题 健身房负责人韩女士和记者沟通了20多分钟 但韩女士表示不希望公开沟通内容 不行 俩字不行 期间陈先生一直在旁边听 对于韩女士的一些说法 他不认可 记者和韩女士沟通时提出想看一下健身房的营业执照 韩女士说公司注册的名字是成米体育 法定代表人是他自己 健身房的转让协议涉及保密内容无法提供 记者查询到 有一家成立于2019年的杭州成米体育 地址位于杭州上城的白石庙路 不在海上官邸小区 去年9月 法定代表人从张某变更为韩某 记者想再通过物业了解一些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就目前陈先生遇到的情况 退费该找哪一方 记者也咨询了 1818律师团 公司如果是还是原来的公司 只是法人代表官的话 那权利义务是还是一样的 不能变的 消费的时间找的是公司 不是找是谁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2019后 2022年 判断